单亲母亲带女儿去投奔亲戚 途中一座雄伟华丽的城堡 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 不等女人反应过来 小女孩就下车朝着城堡跑去 接着更是不礼貌地 闯进了陌生人的家中 房子主人及管家 站在原地有些不明所以 身后追来的安妮怎么也不会想到 女儿这让她有些气愤地调皮举动 敬畏她带来了一场天大的姻缘 安妮一边解释的同时就要带女儿离开 可管家却在此时拦住了他们 那表情就仿佛看到救星一般 安妮看向两人 这时的她才注意到房子主人的面孔 神色明显开始变得紧张 原来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 就在今早 安妮刚准备去新的工作岗位上班 到达门口时差点就一辆豪车相撞 而车内坐着的人就正是杰克 同时也是她工作这家公司的老板 在杰克的眼神试一下 她主动到车让出了位置 也正是这一会儿的延误 差点让她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了 看着一本正经谈生意的老板 安妮还在心中骂了她两句 而好巧不巧 晚上她近在女儿的引导下 再次遇到了这个傲娇的男人 面对管家的请求 即便她贵为上司 安妮就要带着女儿离去 生活已经揭不开锅的安妮 最终还是被这笔巨额的报酬打动 次日安妮带着小部分行李 来了这座童话中的城堡 母女两人见到了老板 但她却当两人不存在一般 继续谈着生意 犹豫再三 她晚上可是做足了功课 既然是假装夫妻 那么生活该有的烟火器是一定要的 在指出自己对房子的极点建议后 她将母女两人的照片给了杰克 杰克刚想说没什么必要 管家非常赞同她的想法 而面对夫妻生活没有经验的老板 只好答应 距离大客户到来还有一天时间 生活艰苦的母女二人第一次体验到了有人服侍的生活 平日里安妮舍不得买的书籍和女儿可求的玩具 如今甚至可以塞满整座房间 同佣人交代后 他们要应对的人终于来了 安妮一席长裙携女儿出现 顿时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在接受了一天的礼仪教导后 母女两人很自然地和客户打了招呼 用餐时被问起相识过程 正当杰克不知该怎么开口识 接着小女孩就编造了一个童话般的邂逅过程 给几人听的心中都捏了把汗 可客户在听后却表现出了憧憬甚至是向往 丝毫没有怀疑小女孩说的是谎话 为了不打扰几人谈生意 安妮时序地带着女儿回了房间 半个小时后交谈结束 杰克回了自己房间 而安妮为了不露出马脚也留在了这里 眼看着事情已经结束 安妮刚打开门 就看到客户正坐在门口看书 杰克透过门缝看到了这些 两人要被迫睡在同一个房间